今天講的是我們接下來的進階課程 行政訴訟類 上次我有分過 我們在司法通義有三大類 第一大類就是行事訴訟類 就是我下一堂要講的 還有民事訴訟類 第三個也就是說你們最常遇到的就是行政訴訟類 那行政訴訟類 我的分法是說因為他這個案件到後來會進入行政訴訟的程序 那一種的案件會叫行政訴訟類 可是大家可能會有一些誤解 可能我們翻譯的案件真的都會跑到行政法領域訴訟 一般來說不太可能 那我等一下會跟你講為什麼不太可能 江戸的聲音可以不倒楣 那什麼叫行政訴訟這個案件 那什麼叫做行政訴訟 那這個東西是一個法律的觀念 那所以你們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什麼是行政訴訟 那要講到行政訴訟 我又要從我們 我們 中華民國的政府體制來開始說 行政訴訟 通常它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案子 才會進到行政訴訟 那 我們要講行政訴訟之前 要先講一些那個 三權分立的觀念 我們國家的那個體制是武權憲法的體制 這跟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不一樣 因為我們是唯一的武權憲法的一個國家 那我們是武權當然還有 它有考試跟監察權 那你們在讀這個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忽略考試跟監察 因為考試權是從行政分出去的 監察權是從立法分出去的 它是一個那個特別的監督制衡的體制 那這個東西你們可以用去記到 我們要記的是行政、立法、司法 它其實 它是所有民主政體裡面 都會用這個體制 那這個體制 立法是把法律通過 法律通過以後 交由行政去執行 那如果 人民有一些案件的話 是經由司法去審判 那司法的話 他又可以去 呃 制衡 如果行政不公的話 他是可以經過司法去裁判去制衡 那他們這三個沒有一個人是超過誰的 每一個人都是平等的 這個權力 那三個都是分制的 就是說 我們的整個政府體制 他是設計來說 我自衡你 你自衡我 類似這樣的功能 那如果說 一般如果我們有一個案件 我們那種案件是 行政處分的案件 行政處分就是公家機關呢 他對你 有一個行為 他做出一個裁決 那你針對這個處分呢 你只能 經由原來的公家機關 行政喔 原來的行政機關 他去做政府的動作 可是 如果說 他真的很不公平 那人民沒有辦法救濟的話 一直到後來 他還是可以經過司法審判的程序 去糾正那個行政的錯誤 所以這個是後來 現在那個 現在國家行政上後來發展出來的 所以才有一個叫行政訴訟 這樣 這樣了解嗎 他可以用訴訟的方式去制衡司法的錯誤 司法的錯誤 他可以用司法審判去糾正那個行政的錯誤 其實人民他 因為他是一個很沒有武器的 他只能遇到一些不公平的時候 他只能自己去救濟 那他怎麼去救濟 他可能尋求法律的方式去救濟 那法律卻是有規定說 他要怎麼去 從原來的機關去申訴 如果再不服氣的話 他就可以經過法律的審判去糾正他的錯誤 這樣了解嗎 但是他不是說你可以立刻去做這個動作 你要經由這個原來自己做錯誤的這個機關 他內部的一些審核程序 那我們都知道 我們上次上課 有講法院有三級對不對 地方法院 然後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有三級 那他每一級又有三審 就是三三很久 就是有九次 那行政法院他也是這樣 有關於行政訴訟 他其實看起來好像沒有三級三審 可是事實上他還是有三級三審 以前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老師有跟我們稍微講到 我們在連接說 上那個行政法的時候 他就有稍微跟我們講一下 老師有提一下就是說 這個行政訴訟 他並不是說沒有三級三審 他在這邊已經有二審了 那二審就是說 他經過他的原處分機關 然後的上級 就是已經二審了 因為每一個地方都還是有三級 就對了 如果再對這個訴訟 他不叫訴訟 在行政機關 他的 對他不服氣的這種訴訟 叫做訴願 那你經由訴願的方式去 去做救濟的方式 那這邊就有二審 如果說這邊 所以訴願 在訴願 你們都覺得那個結果 你們不能接受的時候 就可以把這個結果 直接到法院去做一個 去告政府說 那個決定是錯的 等一下我會跟你們講 那個阿財的故事 我們最近有一個新聞 說他是好人 不要送他回去 有沒有 有一個印譽的 阿財 阿財 網路上看到 阿財 定名 好這樣大概了解 他是一個概念 這個不會好 我跟你們講而已 就是說 我們人民 對行政機關所做 對自己 不利的處分 可以經由一定的程序 向法院提起訴訟 但是我這邊要給你們的觀念 就是說 訴訟通常都是在法院進行 但是對那種行政處分 是由公家機關 他去處分你個人 這種東西 他還是要經過調查的程序 那這個調查的程序 我們統稱他就是叫做 行政訴訟類的通義 這種通義 你們常常遇到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 這些東西就是行政訴訟 比如說 違反當路交通處罰條例 就是你們接的紅檔 你們常常去接到紅檔 你說 我怎麼會被開張 你們覺得很冤枉 很委屈 然後 不知道怎麼樣去 只好去7-7去繳錢 對不對 那這個東西如果他是 搞不好他拍照拍錯了 搞不好不是你 那你會不會覺得很委屈 那怎麼辦 他去做 去做身負 去監禮在那邊做身負 因為你要找他的原處分機關 誰叫做原處分機關 就是有權責 罰你錢的那個人 啊那個人是誰 通常是那個分局的交通 交通 交通 小組吧 或是說那個派出所開出來的紅檔 就是說你看到警察喔 他的警察他是一種刑證作用 他開你罰斷 他是一個 類似他位在那個 我們法律授權給他 位處於那個法官的那種職權 他在裁判這件事情 對我是不對 因為那是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所以法律有授權這個警員呢 他去做這個處分的動作 他怎麼處分 他去看到你闖紅燈 就直接看你闖紅燈 他依據他看到的事 去開除分數 那 那個事實是不是真的事實 我們確定 但是至少他處分數做出來 那如果你針對這個處分數不符的話 你只能去做申訴 要從哪裡申訴 因為他是分局的警察 所以你只能到分局的交通 是個處理小組去那邊做一個申訴 那如果你對這個不符的話 要再往他的上級去申訴 在哪裡申訴 就是在以台北來說 應該是 我不知道叫什麼 是監禮站 台北有什麼監禮 監禮站 區域監禮站還是什麼 沒有 我不太了解 反正就是監禮單位 是交通單位 因為你違反的是交通 交通是處罰條例 交通處罰條例 他的機關是哪裡 是交通部 交通部他所屬不叫做監禮站 所以監禮站負責這個業務 所以你針對那個分局 他做的這個 紅單 他採取的東西 你覺得不符 你只能到 他的上級 就是 他在執行交通部的業務 所以你只能到交通部 底下的那個監禮站 去做一個勝負 那如果針對交通部 底下 交通部還是行政單位 如果你針對這個行政單位 他所做的處分 還是不服氣怎麼辦 你只 現在法律已經改 就是可以直接到 那個地方的法院去做 直接去告 以前好像要到什麼 專業的什麼單位 那現在都把它改到 要便利 所以他直接 呃 在每一個地方法院 都有一個交通法庭 所以直接可以到交通法庭去 直接提出聖書 那他到交通法庭去告 他是什麼 什麼類的申訴 他是行政訴訟類 他並不是以民事為行事 他是比較專業的行政訴訟類 就像你們 在下一堂 我可能會幫你們上 那個叫 民事訴訟類 他就有一個叫家事法庭 那是最近成年專業法庭 他是專門就是 有關家事的部分 全部都在那個 那個法庭來訴訟 因為行政訴訟 說實在我們現在 大部分的法官 還沒有那類的經驗 大部分都是會集中在行政 行政法院 高等法院的 高等行政法院 跟最高行政法院 他們才有那類的行政訴訟的經驗 那一般的法院的法官 他並沒有那個行政訴訟類的經驗 所以他們大部分 只會接那個交通 交通事件處理法 洪彈那種 那如果牽涉到比較高的那個法院 他們根本不會開那個庭 就請你到那個行政法院去做訴訟 那我今天要講就是說行政訴訟 第二個 這個違反職位服務法 跟諸葛運命法 是最多的樣態 當然不是只有這三個 它還是會有很多樣態 但是我們一般通議 比較常 比較常遇到的就是這三個樣態 而且後面這兩個樣態 它是會進合的 它常常都是合在一起的 比如說一個人 如果說他 他討異 他是非法 預期停留的話 他通常會牽涉到他非法工作 或是說 一般的討異外 通常他的居留證被取消了 就會變成預期停留 那預期停留就是 他會牽涉到兩個法律 一個 預期停留的話 就是諸葛運命法 那 非法工作的話 就是 就業服務法 可是這兩個 等一下我上課的時候 要跟你講他實際的 管的那個內容 他說涵涉的範圍是什麼 那這個東西 你們要 完全都聽 聽人家講完說 喔他到底是處罰什麼東西 他的 違反的是什麼東西 你們聽完以後 再用你們的方式去翻譯出來 你們千萬不要 在那個你們的翻譯的對象 直接給他講說 你違反就業服務法 那是什麼東西 其實沒有人懂那個東西 就算你翻給一個台灣人 說你違反就業服務法 一個非法僱主 說你 你顧問回法外 你違反就業服務法 你這麼直接給他翻 他應該還是聽不懂什麼 我是違反什麼東西 聽不懂 所以說我今天就是要講 這些法律的內容 那這些都是行政訴訟法類 那行政訴訟法類的話 他有一個 特性 放下 是拿上去 好 行政訴訟法類的 他有一些特性 就是這些 政府機關 政府機關 他在做調查 筆錄之後呢 會進行這些調查的證據 做行政處分 那 通常我們 通義呢 都是在這個地方 就結束你的工作了 那你們也不會到行政法院 或是說訴院委員會那個去做訴院 或還要需要翻譯 我相信 幾乎所有的 我們所有的會員 幾乎沒有那個經驗 到行政法院去做翻譯的經驗 很少 那你們會不會遇到行政訴訟的案子 會 在哪裡 在派出所 或是在那個基層的行政單位就結束了 他並不會實際進到行政法院去做訴訟 那行政法院去做訴訟 他有一些很奇怪的特性 是你們完全不了解的 因為行政法院的訴訟通常 他都是以 比如說行政法院 這邊的法院 行政法院 他通常第一頂都是以延遲辯論為主 第二頂他只看書面而已 那如果他只看書面而已 是根本不需要通義的 所以 很多很重要的東西 都是在你們當初調查的時候就結束了 所以這邊要提醒你們 如果去搬到行政處分的案子 就是稍微了解一下 那他的特性就是說 這是他的程序 如果說 我們一個政府機關 他做成了行政處分 你不服氣的時候 只能經由原處分機關 向他的上級去做陳述 那這個的作用就是說 當我們在做救濟 救濟這個字你們了解嗎 救濟 稍微要提一下這個字 欸 三個字 救濟 救濟那個英文是 remendy rem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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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叫remedy 那個中文的意思 簡單的說 他就是一個補救 就是我今天受到委屈 但是我怎麼去做一個陳情 申訴 或是說 去回復我原來的權益 那個叫做救濟 那救濟在行政處分 那個remedy在行政處分上 他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就是說 他也是武器公平原則 就是說 我今天要處分你 你接到一個處分書 你有沒有看到你們的紅單啊 下面有寫一堆 不服本處分 幾天內 可盡本機關向上級提出什麼 他裡面寫一大文字 說如果我處分的不對的話 你要怎樣怎樣 他底下不是寫一大堆東西嗎 那個東西就是救濟教室 他有一個法律名詞 救濟教室 就是我 我不服你的東西的時候 我必須去做一個 如何去做一個陳情 那個是一個法定 在開處分書的時候 我們法定一定要寫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們去看處分書 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一些處分書 他上面就是有一些救濟教室高官 好 這是大概的程序 但我當然是不會靠你們 就是行政處分 他後來要到法院去訴訟的話 會經過這些流程 就是證據調查 原機關的處分 不服的話 再從原機關向他的上級提出數月 或是再數月 最後才能做行政訴訟 那這個是行政訴訟他必須的程序 他並不像我們去法院去控訴一個人 我們就可以從地方法院 高等法院跟最高法院這樣高下去 他不是這樣子的 因為今天所做出來的處分 是一個行政機關做出來的決定 你必須從原來的行政機關去做一個陳情 那這個作用就是希望這個原處分機關 他再去審視一下他有沒有做錯 他原來的作用是這樣 可是你知道人性不是這樣子 他做錯他自己也不會打他自己發掌 說我做錯 所以通常訴願跟在訴願的結果都是數的 可是如果到行政訴訟的話 他就會贏 那第一審又不會贏 第二審就贏 通常會這樣子 那我告訴你這是什麼原因就是人性的關係 因為你不可能 比如說我今天我做錯一個處分 我講我們最近有一個處分 我自己遇到的就是移民署 他有一個處分 他針對一個仲介 那是仲介外籍新娘的仲介 他好幾年前在入宿國移民法還沒有的時候 他就有貼說越南新娘 十萬包取什麼的 類似這樣子 那當然現在是不合法的 我們現在不准人家廣告說什麼取任 取什麼外國新娘多少錢 包到好這個 這個是類似一種人口販運 對人性的不尊重 把那個外籍新娘當成禮 東西再賣 這個不行 那我們現在有這個法律 可是以前沒有啊 那以前沒有的時候 他那個廣告也沒有違法 就不違法 這個是一個法治國家的原則 叫做罪行法定 你那個罪都還沒有定出來的時候 你怎麼去罰他呢 因為他以前這樣子去廣告的時候 他並沒有定那個罪啊 可是他那個 他那個廣告單 就是很久以前貼在那個檳榔攤 就是說 他的檳榔攤的名字也很好 叫做越南村 然後就貼在那個 貼在那個 那個小吃攤那邊 因為你可能下次去我當年去看那個小吃店 可是在那個 那個三角塔那邊 然後 那個 我們的 專情隊 他就去罰他 因為他們要績效 所以他們要去找那個 有沒有人家非法廣告 他就是看到那個 結果 結果那個罰單是這樣子 那個 宣傳單是這樣子 好 這邊可能畫一個很漂亮的外籍寫這樣 然後這邊就寫說 寫一些廣告內容 然後底下還有寫電話 那現在這樣是違法的 是不能廣告 可是 因為這張十幾年了 然後 他上面還有貼一個保利打幣的 那這邊還有貼什麼 把它遮住 可是隱約還是看得到 那些廣告的東西 那 我們知情的人就很 他 因為要績效 請進 請進 好 進來 這是你們來的 好 放到那邊去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喔 可以 可以 喔 喔 太好了 然後我們執行的 遠景 就是我們的同仁 他為了要這個績效 就是 你不可以外籍 外籍婚姻好 是不可以廣告的 所以呢 他去 照了這張像 他照相之前 他做了一個動作 把這個撕掉 他用乾淨 然後再照 一次這樣子就違法了 對不對 可是他去撕那個東西也沒有違法 好像也沒有說他違法 因為他要達到他廣告的效果 廣告也要有廣告的效果 都貼住了他叫廣告 他當然把他撕掉照以後才有計較 這個案子 這個案子然後 他 行政機關對他第一次罰了十萬元 就十萬 這樣子要罰十萬 最高就是十萬 我們都是以最重的去罰他 可是這樣子對不對 他違法的平地原則 因為 其實他是 可能從 一萬到十萬 可是你一次去罰他十萬 就像我們以前 桃園在查那個電動玩具 檢察官去衝他的電 把他所有的機台沒收 然後 再由那個 桃園縣政府 應該是工商科 很違法什麼工商人記的 就一次就罰他兩百萬 他可能是從二十萬到兩百萬 他一次就罰兩百萬 那這個東西 在行政機關來說 他通常都會贏 所以我做的決定是 各官 事實而認定 可是在後來 在行政法院都會輸 為什麼 他違反比例原則 你不能一次就罰罪中 你要從 你要第一次你要去勸好 你勸不聽 然後二十萬才開四十萬 六十萬 一次開到後來才是兩百萬 那個叫做比例原則 你如果沒有照比例原則去做 你的行政機關就錯了 可是 明不已關鬥了 後來還是會贏 他可以 這次撤退 他再開一張給你 不是 你這個事就算 這樣你懂嗎 這 不是說你 我這次 我這次 我這次在行政法院 我在法院這邊輸掉了 可是 法院只會做一個動作 把你的原處分撤銷 或是說 請你回去再重做一次處分 針對你這個行為 你還是要再處罰 所以說他還可以再做第二次的處分 所以這個 這樣爭鬥是永遠沒有完 好 我們講這個 他把他撕掉以後 他在我們的移民署呢 他是顧服器 他去申訴 他根據這個規定他去哪裡申訴 他是台東專情隊去查獲的 那台東專情隊的上級是誰 內政部移民署 我們是移民署的台東縣服 台東縣專情隊 他開出的處分 他當然就要經過移民署 跟誰申訴 移民署的上級 叫做內政部 我們是內政部移民署 所以說 先到移民署去說申訴 就是說 我要去訴願 你開我這張法案 十萬塊 我覺得太過分了 而且我沒有那個反應 然後 之前 根據那個罪行法定的原則 我之前沒有那個罪 那你後來才逛我這個 那是 行政機關也很厲害啊 但是你這個事實一直存在啊 從我的法律 從我法律的過去到現在 你一直存在啊 所以他一直貼著 你要去把它撕掉啊 你不是一直放在那邊啊 所以他的處分也沒有道理 似乎也有道理 對不對 可是 其實這 這 我先告訴你結果 後來移民署輸了 而且輸得很慘 為什麼 因為他程序沒做好 我們跟你們講程序 我們上 上堂課不是跟你們講程序嗎 程序不對就完全不對了 雖然他有那個事實 但是 因為你的程序是用你 你用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證據 是不能拿來當證據的 你把它撕掉 重造 這個是什麼 你的手段 你的手段 用你的手段去達到 這個目的去收集的證據 手段不對 手段不對的話 你取得的證據可以算證據嗎 不能算證據 對 你取得的證據 用你取得的證據 去做財法的基準 所以這樣是錯的 所以說從頭錯大尾 所以他在 我們的內政部的時候是 都贏 他去術院的時候 我們內政部當然是挺移民署嘛 然後就說 欸 把十萬沒有問題 OK 訴願 他有一個訴願決定書 他是等同於判決 然後這個判決就是說 你還是要把十萬 於是他對這個十萬不服氣 而且他還必須先繳錢喔 如果你不繳錢 他會強制執行 扣押你太長 針對這個不服你怎麼辦 你只能去法院做行政訴訟 當然他還有書院在書院 但是他都有請律師喔 但是還是輸 全部都輸 可是到後來行政法院 開庭的時候 他就把一些證人叫去 那個證人去問他 就問他證人 請問這張 這張海報原來是長什麼樣子 他去照相的時候 有沒有先把他死掉 就是一些關鍵的證據啊 當初行政機關都沒有去問 而且我們當初發現 因為那個不是我們服戰裁決的 他是專領隊裁決 我們會覺得說 那過程是有點瑕疵啊 然後 當然是我們講的很客氣 瑕疵是客氣 其實在行政處罰上來說 他是重大瑕疵 他不是一般的瑕疵 那行政處分喔 就是有一個特性 如果你的這張罰單 他有重大瑕疵的時候 這張罰單是無效 什麼叫做重大瑕疵 重大瑕疵就是說 第一個 他寫的條文根本就不對 第二個可能 他的 人名都寫錯了 第三個 他根本沒有合法的重大 就類似這些東西 叫做重大瑕疵 重大瑕疵的行政處分是無效 所以 這個通常公家機關 他不會自己承認說 做的東西是無效的 一路的錯到你 他也不會說 認為說自己的是錯的 然後到 後來行政法院 那個法官就 因為他也不懂這個東西啊 他就根據法律來看 然後去叫一些證人來問 結果到行政法院的時候 大獲全勝 把所有的那個 財法喔 全部撤掉 而且下了一張公文給那個移民署 說你們在搞什麼東西啊 順便罵了一頓 所以說 所以說行政處分的東西 他是不是 我們開出來 每一張都是很合情合理 其實大家都見仁見智 這不一定 所以說你們常常去翻譯的東西是什麼 就業服務法跟入出國營運法 這個東西是不是 每一件都像你們當初 被叫去問筆錄的時候 所看到的狀況 所以也不一定 所以你們去 通醫的過程當中 你們要注意就是 你們要保持 本身要保持客觀跟公正 你不能去 主動去融入那個案情 去說 喔對對對 你看 貼這個本來就不可以 怎麼可以賣外吉星鳥 這位吉星鳥怎麼可以用錢去算 不是這樣子的 我們還是要看他的 法律的構成要件 所以我們不能去 融入那個案情 但是我們要稍微了解一下 我們要問什麼 這個就是行政處分的個性 可是你們 現在做通醫的 大概百分之九十 你們會遇到的案件都是這種案件 所以這個東西 我要特別花時間 來講 講那個程序給你們聽 那這個書院跟行政處重合關係 它就是有一些分別 這個可能你們在講義上都會看到 它都是因為人民 處分 它都是因為人民 覺得行政機關所做的處罰呢 是有妨礙到它的權利 所以才可以提出這個救濟 你看 這邊審理的原則 書院都是以書面為原則 然後它是延遲辯論為例外 那行政法院呢 它是以延遲辯論為原則 至於最高行政法院 它是才書面 延遲之例外 講了那麼多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你們去翻譯 什麼這個訴訟的案件 你們不會到法院去 通常你們到不了那裡 因為只要沒有延遲辯論 你們就不需要去翻譯 那他們去審判的依據是什麼 就是你們當初在開設所 在移民署所做的那份筆錄 所以這份筆錄 對他們日後的訴訟來說 是格外的重要 這樣了解嗎 這個不用比這個古法序 法學的才要看 你們也看不懂 大致上就是以延遲辯論為主 這個你看喔 訴願喔 它是以書面審理有顏色 因為訴願要寫訴願書 他必須要有一個法學知識很好的人 才可以幫他寫那個訴願的長節書 那訴願呢 前面要寫竹子 後面要寫理由 最後還要付證據 就跟你寫那個訴狀一樣 那個東西完全是照那個法院的格式在寫 那個必須 你要一個 常常有一個 那個法學的common sense 你才寫得出來 一般的民眾 你們要去打訴願是不太合的 你們都一定要去請律師幫你們賺錢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很貴喔 你們也知道那個打訴訟多少錢嗎 知道嗎 訴訟 訴訟齁 在台灣我們打訴訟 要錄音什麼 在台灣我們打訴訟齁 一庭樣五萬塊 那是法院的公平對不對 我們法院分成三集吧 我們法院分成三集吧 三集呢 他每一集呢都有三省 就是第一省第二省跟第三省 高等法院他也有第一省第二省跟第三省 然後最高法院他也有第一省第二省跟第三省 但是他第三省通常是 看法院會用錯名 那 這每一省呢 每一省都要五萬塊 知道嗎 因為每一省他都會開三四個庭 五六個庭或是七八個庭 一省的意思就是說 這每一省齁 他會不會有程序庭 會有生理庭 他程序庭可能去看很多庭 那那個律師可能就會代表你去看一次兩次三次 他還要去吊卷 他調完卷你又代表你出席 或是說你自己要出席 那每一省就會 他就會跟你要五萬塊 那通常我們法律出眾 他不會在地方法院去結束 因為通常都會不服氣 都會進到高等法院去 那高等法院他也有一二三省 所以說律師給你收的錢呢 是從這邊開始 就是五萬五萬五萬 因為這個只有打兩次而已 到上面去是四萬 那在高等法院呢 這邊再繼續一次 高等法院這邊如果他第一庭 也是五萬 那這邊也是五萬 所以你看了 你看下來大概大概 從地方打到高等 大概 我一般的案件 大部分都是打到高等就結束了 那大概要花一二十萬 所以說你去打官司的那個價值 有沒有超過一二十萬 你自己要考慮一下 你有沒有那個錢 去請那個律師去打這個官司 當然我們對窮人來說 也不需要去煩惱這個 我們現在有法律補助了 如果說你的收入沒有到達一定的水準的話 你就拿一些證明文件給他 會有免費的律師幫你去輸送 所以也不用擔心這個 但是通常我們一般賺的錢是高度低的 像我這種的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你要打官司 但是那個效果跟時間的話 你自己要考慮一下 你如果只是被人家罵說 你是什麼 我們把他帶他 罵你一下 你們要去打官司 你先去考量一下 那個時間的成本 跟你的經濟的效益 到底是什麼 或許我們在地方法院去做一個 那個 前面有一個叫做調節品 去調節一下就OK了 不需要真的跑到那個法院去做出送 因為那個效果 可能不是你要打到後來大家又握手 你知道那個 弄了兩三年大家又握手 那是什麼意思 那當下就解決了 不用不需要這樣子 我們通常齁 去看那個電視啊 有些訴訟 他後來是不是都是和解掉了 或是乾脆去配掉了算這樣子 那那個都是那個考量到那個成本的關係 但是有的人一塊也是打官司啊 他給他打到嘴巴馬鈴 也有這樣子的 那是符合經濟效益跟成本嘛 也不一定 因為你要知道新市庭 他是不用繳那個裁判費用的 但是民事庭要繳 民事庭一庭要繳3500塊 那個開庭齁 你們誰告的誰要去繳那個費用 所以通常那個民事訴訟狀 他們會寫說 第一個齁 他的理由就是 第一個 數字理由 他會寫說第一個 都是對方錯的 根本不當我事 第二個 訴訟費用以對方負擔 有沒有 他們就會寫這個 那個這個東西 意思就是說 因為他開庭要費用 就是誰要告誰要付那筆錢 所以法院會裁定說 我時間內來這邊開庭 民事庭 先是誰要付那筆錢 比如說是打離婚訴訟官司 就是 老公告老婆 或是老公告老公 他們對方律師一定會寫說 第一個 都是他的錯 第二個 非要他去扶 通常都會這樣寫 就是這個原因 那數月的法條也是這樣 數月的法條是 人民 對中央或地方的機關 他行任處分 認為不法或是不當 他的權力被處理師的時候 要依照訴願法提起訴訟 但是有另外規定 重新規定 他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不是訴願法 或是說交通事件處理法 就是宏丹 宏丹要怎麼訴願 他有寫 宏丹有另外在寫 就是說如果有另外在寫的 就照另外他們寫規定 如果沒有的就照我的規定 因為他就用母法 他那個其他的 其他是有關係 比如說 以訴願來說 訴願法就是母法 那如果以交通事件處理法來說 因為他有特別寫說 要到立堂的法院去做 做那個申訴的動作 最後 那那個東西叫做特別法 那這個叫一般法 法律上來說 特別優於一般 特別法 那這個是一般法 一般法的意思是說 法律有特別規定 重新規定 就是說有特別規定 那個叫特別法 沒有規定就叫一般法 這個我不會考 我只是跟你們講一些觀念 就是說 因為這個行政處分的東西 比較複雜 你們大概就 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假設 他今天是一個 只有牽涉到公家機關 他做的一個行政處分 這個行政處分 包括他的自由 他的財產 會遭受一些損失 這種東西就叫做行政處分 什麼自由是什麼 比如說一個外國人 他做錯事 啊 是我不是說你啊 他會被移民署 依據入宿國移民法 判定他違法 他除了可能會罰大選 依據天理違法選之外 他還會對他的人身 做一些處分 就是自由的部分 就除非他什麼 驅逐出國 強制出國 這就是另外一個 那等一下我會給各位看一下 什麼 什麼是那個 那些情分 那行政訴訟就是 講這個 就是說 他為了要增進 使法的功能 是保障人民的權益 確定國家 行政權是合法行使 你們注意喔 行政訴訟 他是要確定 行政 國家行政權的合法行使 也就是說 換句話說 他已經承認說 國家的行政權有個措施濫用 所以他需要 他需要有另外一個法律去制衡他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三權分立的作用 他需要有一個法律去制衡他 如果這個國家的行政機關 他是亂來的 我們就可以依據這個法律去告他 是這個意思 但是不是像一般的行政署 一般的那個民事跟行政訴訟 你可以把它直接告 不是這樣 他還要經過一個程序 那這個行政訴訟 他都 他有分撤銷訴訟 確認訴訟 跟給付訴訟 這個你們不需要了解 因為他這個是訴訟的內容 然後 這個是他的規定 他說中央地方違法的行政處分 認為有損害他的權力的時候 你看這邊有一個訴 行政訴訟有一個叫做前置程序 不是可以馬上行政訴訟 你要經過訴願法提起訴願 或是他不符決定的時候 經過延長又不符決定的時候 他才可以向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一般我們收到那個法單都叫撤銷訴訟 就是你開我一張法單 我要跟法院告訴你要撤銷就當 你開不對 那叫撤銷訴訟 所以他們不是可以直接去訴訟 你不可以拿到一張法單 或是說移民署開了一張去除出國出份 你就直接跑到法院去告移民署 不可以這樣子 他也要經過一定的程序 經訴願法提起訴願 那個就是他的前置程序 那我剛才講說 訴願法他還是有二省的 就是訴願再訴願 他有這個程序 就是訴願完以後 你絕對不符再訴願一次 最後才跑到行政法院 再做行政訴訟 那所以說 在樣態來看 我們還是看得出來 他還是有三省 他跟我們剛才講那個 一般的法院的訴訟 還是一樣是三級的 一二三 他是類似 這個是法條 這法條我用進裡面 這個概念就好 那這些程序呢 我們司法通緣人 大部分是遇不到的 你們很少有機會 到行政法院去做延遲辯論 因為你們所做的證據 就是你們當初第一份 所做的筆錄 行政調查筆錄 他 是這個 所有採取的依據 就是最重要的證據 那個證據 你們其實你們常常做 你們不知道 就逃一外老人的筆錄 他就是行政處分的依據 就是那個事實的認定 好 那基本觀念我講完了 接下來我講一些食物的東西 那食物的東西 請你們仔細聽一下 如果不能懂的話 馬上問 因為我是從 好這邊聽一下 謝謝